我以前可能都會多說一些內銀股 在今年來計 幫我們都叫賺到錢 我一向都是講兩隻的 第一隻就是招行 坦白說是買不到的 都沒有落到我心儀這麼一價 第二隻 郵柱行 我想如果跟足我的節目那天都很開心 只是5-6元都炒了兩次 一隻的 講內銀股 都可以每一次賺兩成 還是賺了兩次 那是持得開心的 自從公佈了業績之後 我加了第三隻 就是939元 就是這個建行 當時就說5.2元可以買 看看現在是甚麼情況 現在是5.4元的水平 是的 當市在過去一個多月的時候 由25,700元去計算 25,700元跌到23,700元 跌了2700元 超過10% 現行還可以上升 這也叫做跑贏大市 所以暫時來計算 我都是在看 以銀行股來計算 我就傾向內銀 因為你看到剛才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都說明了 其實貨幣政策是會有少少放鬆 降準就降了 下年的第一季會不會再降呢 有機會的 理論上對於內銀都應該有幫助 第二 大家可能擔心 會不會是內房的問題 對它很大的影響 似乎對內險的影響就大一點 基本上我們看到那些壞賬的情況 就算不是相降的話 負責的壞賬比率和壞賬金額 不是相降也好 其實都穩定下來 最擔心的大家就是息差 收息很高 中信行那些 你會寧願說 都是不是的 就算它股息率是比較高 純粹可能股價升不太快 可能是在平衡中間 是 很簡單的 因為我會講到框架給你聽 其實你問我 雖然我定義它為收息股 但在我的立場 我都提醒大家 收息是其中一個回報的來源 但我們不是只看收息 我們是看總回報 所以其實第二 我是很簡單的看一個數字 就是PPOP Provision Operating Profit 就是撥備前利潤 真正衡量到一間銀行的營運效率 以往為什麼會選擇招行和油柱行呢 因為它們的PPOP是增長得最快 第三間增長得最快 其實是教行的 不過我跟得不貼就少推介 所以一向都是講這兩間 是有可能講的 招行唯一一間是雙數字 油柱行都有8-9%都可以的 四大行其實都是很慢的 但是因為建行其實都跌得比較多 你會見到其實 我只看日線圖 之前來計都沒有說太遠了 都沒有說今年的3月份 說今年的7月份 其實是六個多的 現在都跌了下來 所以就因為它跌了下來 令到估值很便宜 所以其實在第三季業績公佈之後 我的策略具體上是這樣 就是說增長快就是油柱行 夠便宜就是建行 所以就看哪個快點到我們心儀的目標價 一個是5元 一個是5.2元 就看你選誰了 誰到了買入價的話 你就先買了 結果這個是 其實兩隻都到了 但是最近彈得好一點 就是建行 5.2元又彈上來 5.4元附近 也有一點點利潤 所以結論就是 看它的營運效率 以及看它的估值 那麼息的話 其實我覺得 當然不要爭太遠了 但是這幾隻總回報角度來說 都可以繼續考慮的 就算踏實 4元 4元 5元 5元 6元 6元